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心吧 这两三个月中 我会将天独蟹龙兽的魔盒弄到手 到时候便能令你彻底地将恶男毒体控制住 抱歉 小燕 可能 我等不到哪一天 哼哼 想要解开恶男毒体吗 若你一开始便解开 自然是有几分棘手 可惜现在 来不及了 乖乖跟我回兵何苦 或许还有活路 不忍得 天使长老 这是 我等 哼哼 走 这位长老,下手还真是不轻啊 回冰河谷还是不必了 这洛神剑倒是个不错的埋伏之地 用来埋葬儿等 待遇也算是不差 这位前辈 今日之事有些误会 还望能够看在我冰河谷谷主的面上 我与你家谷主不熟 不,不好 快接乾隆玄冥阵 血迹乾隆 好,好恐怖的东西 一,去 不自量力 空间缴伤 空间缴伤 太好了 死去 最后elo,нов面他们逃动 啊 快! 天花前辈 别让他们逃了 他 们 该死 自然对空间之力的掌控 根本不像是刚刚踏入窦村 金神长老 快下脚安保 你们三个 去挡住他 不 金神长老 你总是已丢下我们 不 这家伙心真够狠 居然拿同伴的命 来助自己逃跑 刚刚得到身体 体内斗气短时间内 并不能彻底恢复 可惜了 天火前辈无需自责 谁也想不到 此人还未达到斗尊级别 便能够划开空间逃顿 当务之急 是寻一处致阳之列之地 帮小玉先彻底控制恶难毒体 倒是我们两名斗尊 即便是冰河谷想要动我们 怕也是得掂量一二 至阳至列之地 我倒是知道一处 在何处 夜城 夜家禁地 阳火古坛 上次他们冲撞硝烟大哥 只是不明你真正实力 这次若是再去 新兰保证 他们不会再敢有丝毫得罪 这次是 没有身体就是麻烦 收拾个斗宗都这么费劲 天火前辈请放心 药材已经差不多了 要不了多久 您便能够再度拥有躯体 这位前辈 炼制躯体的事 我冰河谷最为擅长 而且炼制的躯体 还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只要你为我冰河谷 做一件事 便能够免费得到 做什么事 说不定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哦 杀了他 再把恶难毒女交给冰河谷 一 二 前辈 你说只要做一件事 但刚刚分明是两件事的要求 我 最讨厌撒谎的人了 小家伙 这种人以后就不用给他说话的机会 不然迟早会有变故 还好老夫的品行好哦 多谢天火前辈提醒 小云仙 小云仙 小云仙姐姐 美 Fernando 小云仙姐姐 小云仙姐姐 大云仙姐姐 衡心 小云仙姐 多óst 百云仙姐 town 清宙gent 德国的谷主 小衣仙姐姐 还好萧嫣大哥及时赶到 要不然 大家都没事了 大家是没事了 不过 现在你还是先管管自己的身体吧 这冰尊镜 必须紧早驱除 这冰尊镜的确诡异 但也并非必须由冰河谷谷主出手 才能驱除 我就知道 小衣仙大哥肯定有办法 交给我吧 我准备好了 小衣仙 化解冰尊镜 还需我用一火辅助 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 你忍一忍 一火灰零药力 更完美地伸透进你的体内 同时 也会抑制那冰尊镜的扩散 那就拜托你了 那就拜托你了 小衣仙 我能忍怎麼了 我能忍住 背乎 hablется 你 我忍 NT 我忍证 虞弹 一 嗯 我忍 真的有效果 新兰 要将冰尊锦全术化解 还需几日 这段时间我会为小姨先护法 你对丹玉比较了解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萧嫣大哥尽管说便是 我定会全力去办 你出落神剑 尽快帮我把这些药材收集齐全 萧嫣大哥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想办法为你凑齐的 这一路 他会保护你 我会尽快回来的 冰何苦 这事 可不会如此轻易的完了 冰仙长老 搜索恶难独女的谷中精锐都在这里了 包括 冰原三位长老 你们先守在这儿 我要立刻回冰河谷 向谷主禀报此事 是 是 acting 还要立刻回冰河谷 它的鼻子 丹玉比较 倒有 并非 这 冰钻戒都被化解了 你的修为又静静了 在你疗伤的这几天里 我已经成绩吸收了魔毒斑 升到二性斗踪了 这全都得仰仗蝎碧岩 送给我的禁忌补品啊 看什么呢 看你恢复得怎么样 谢谢你 萧衍 你将这丹药服下 两三日内应该能够恢复到巅峰 对了 你的恶难毒体怎么样了 还好啊 不过感觉 距离爆发的时间 应该只有两三个月了 这叫还好 没关系了 就算毒体真正的爆发 反射了我的神志 但那时候的我 也绝不会不认识你 请说胡话 放心吧 这两三个月中 我会将天毒蝎龙兽的魔盒 弄到手 到时候便能令你彻底地 将恶难毒体控制住 其实 先前就在这洛神界内 我就被一头七阶天毒蝎龙兽 纠缠过 真的吗 就在这洛神界内 你是怎么遇上这魔兽的 那家伙好色很多 看样子 也是亏似我这恶难毒体 当时我正躲避冰河谷的追杀 不想节外生枝 便想办法逃顿了 这该死的魔兽实力如何 我虽没与他确切交手 不过照我猜测 应该算得上是八星斗宗了 八星斗宗 若是你我二人联手 要将其斩杀 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不知道 他是否有着什么底牌 嗯 这魔兽身为洛神界一方霸主 势必麾下也却集了不少实力强横的手下 我们还是要多多准备为好 嗯 我来安排 等新兰和地妖鬼回来 我们就去会会这天堵蝎龙兽 臭小子啊 果然一叫老夫就没好事 那可是七戒魔兽 老夫要拼了这把老命才能对付呀 嗯 其中难处我自然知道 不过 原本给您炼制身体所需的生骨绒血丹太高级 每隔两三年 根本搜集不起所有的药材 嗯 哎 难不成你小子要 嗯 不过 我怎么忍心让您老先去等下去呢 嗯 嗯 于是 晚辈在我老师药尊者所收藏的众多药方中 翻阅了整整一个晚上 终于 嗯 寻得一个完美代替生骨绒血丹的药方 嗯 阴阳 密 魂 丹 嗯 不过药材中 还差一份七阶魔兽的精血 哎 原本 我们大家联手应该问题不大 既然前辈觉得太难 那 只好算了 看在你小子这么有心的份上 不就是七阶天毒蟹龙兽吗 嗯 老夫还不放在眼里 老夫本就最讨厌那些荒淫残暴的魔兽了 这次动手也算是替天行道 那 天火前辈果真大义 嘿嘿嘿嘿嘿嘿 怎么感觉这小子在顶老夫下套呢 那 跟前辈开个玩笑 嗯 不过阴阳命魂丹 却有此事 而且七阶天毒蟹龙兽的魔盒 也正是化解恶难毒体所必须的条件之一 可谓一箭双雕 哦 小子多谢天火前辈仗义出手 嗯 这还差不多 小炎大哥 他们回来了 小炎大哥 不好了 我买完药材后发现 冰河谷竟然通缉了你们 还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 前来洛神剑抓人 哼 我倒是怕他们不来 这笔账 我要好好跟他们算一算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先去解决掉天毒蟹龙兽 只要帮天火前辈炼制出躯体 就无惧这斗宗巅峰了 新兰 天毒蟹龙兽实力强大 你留守在这儿 等我们回来找你 你们要多加小心哪 嗯 等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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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蛇老 冰原他们三位长老及弟子 便是在此陨落 没想到恶难毒女竟还有外缘 这几人灭生得很 想必 应该是丹羽之外的人 冰河谷许久未曾遇到这等挑衅了 有意思 看样子 那束石堡 应该就是天毒蟹龙兽的老巢了 这种界别的魔兽 对我的恶难毒体 有着敏锐的感应力 我想 他已经发现我们了 无妨 今日前来 就没打算掩盖气息 谢谢 小美人 你可想死我了 是 小美人 的 i like